218 218我也希望听一下说明好不好 立法院总预算协商前一天从早上八点半 一路省到晚上将近十一点 整整十四个小时 217我也希望他说明一下 一个案子从宣读到拍板 处理时间短则一分钟 长则两到三分钟 若不挑灯夜战根本省不完 正是因为国民党祭出暗海公事 一口气提了两千八百三十六案 光是经济委员会提案一共有八百七十五案 国民党提的就占了五百六十二案 接着才是时代力量和民众党 民进党立委郑运彭甚至拍到公务员坐在地上 整理厚厚一叠的预算提案 忙得不可开交 国民党也被批评 可能延宕还税于民立法和预算进度 提出了几千案的暗海战术 而且内容几乎就是复制贴上 那这完全就是恶意的延宕 执政党委员基本上是几乎都没有提 立法委员没有善尽监督之责 我可能都是在做橡皮涂招 至于国民党频频喊话过年前就要普发现金 也让蓝绿党团总召隔空交火 好像他们这政策领先 这是政策标策 不要以为你成立以后 就可以忘记一切 虽然民进党团已经通知党籍立委 把十六号到十九号空下来 为再度延会做准备 但总预算和重要法案都处理完 才能轮到还税于民相关议案 现在国民党提了将近三千个预算案 不禁令人怀疑 嘴上说快快普发现金 只是说说而已 三连群的林凯钧 周凯钧小组 台北保